生肖拓 属兔之人五月关露宫的月德 吉星照耀 受好运影响 有望一改之前 一段时间赚钱很累 麻烦是较多的现状 届时时来运来没运彻底说白白 横财望时夜顺 平级自身努力 再加以好的运势 使财路越走越顺 同时属兔的朋友工作上 近期有晋升迹象 好好努力 日后家中命力多贵人 富贵红运更上一层楼 今年基本能闲鱼翻身 好好努力吧 生肖鸡 蜀鸡之人天生热情又乐于助人 他们对待工作积极向上 能在事业上给自己定下明确的目标 最具有发大财的潜质 来到五月生 肖鸡与太岁财运共和 财运太岁是他们的流年好运势 流年太岁位于五行蜀金的西北方 与主事业 名利 人员的白滩狼星同工 故而蜀鸡的朋友们发财路上大红大紫 有百年难得一遇的横财运 只要抓住好时机 发家致富指日可待 数前输的手抽筋 金银堆满物 虽然蜀鸡人与太岁是相害 但也是相生 所以对于今年的财运是不容置疑的 注定会赚得盆满钵满 生肖猪 蜀猪的朋友近期运辰高涨 特别是来到财运相合的五月 整个状态如细水游龙一般火运 因其命工的天财极星的驾临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们将会在事业和投资的领域里大放一财 不仅正值收入不断攀涨 而且意外所得也十分丰厚 大财小财一个不落 可喜可贺 蜀猪人这次要把握好机会 生肖龙 生肖龙的朋友大多都是富有的人 好像天生就被财神所眷顾 让生肖龙的朋友身边总是不缺少钱财 总是可以拿出钱出来 在五月开始 生肖龙的朋友有望被财神高照 使得生肖龙的朋友财运飙升 在五月开始的未来三个月 终生肖龙的朋友 或能发大财走大运 有望金山银海永金门 白玉如雨瓢泼下 让生肖龙的朋友吃得肚满肠肥 生肖鼠 鼠鼠的人正能量充足 你有招财望运的好机会 在五月开始生肖鼠可不得了了 被财神追逐跑 受到极星的庇护 事业越来越顺 八方来财 喜鹊抱喜 财运一路畅通 一夜而再 再而三地发财 好运不断 吉祥如意 蒸蒸日上 鼠鼠人这是苦尽甘来 赚到大钱的时候 一定要感恩图报 回报社会 回报贵人 生肖牛 五月开始可是生肖牛的大好机会 虽然经历住行太岁的困难 但是对于财运方面是影响不到的 特别是有个别相合的运势 更加不得了 五月好运来袭 富贵斗来 尤其是经历困难之后 好运正式上门 喜鹊抱喜 迎来开门红 红红火火赚大钱 接二连三有好运 好运来袭 拦都拦不住 一夜而再 再而三地发财 财运丰厚 大吉大利 赚大钱发大财 生肖蛇 生肖鼠蛇的人为人比较踏实 能够吃苦耐劳 做什么事情都是按时完成任务 一定要做好位置 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业 所以上天不辜负有心人 总会给你相当的回报 所以生肖鼠蛇的人 今生能够做到大的事业跟产业 然而进入五月天王即兴的到来 助长了你的事业运 到时你们的事业更是更上一层楼 财为养命之源 现在社会无钱寸步难行 而一个人如想发大财 除了自身努力外 一定要拥有好运气才行 今天我们就来解析一下 今年夏天哪些生肖汇财运大发 事业有成吧 鼠鸡 鼠鸡的人好运来了 扶兴助阵 从五月开始之后财博宫鼎升 工作开始顺心了 心情开始愉快了 存款开始涨起来了 红运开始来了 财源广进 生意大发 开始大赚大发吧 消极人 鼠龙 鼠龙的人财禄丰收 生来命就好 在五月之后天喜兴入住财博宫 鼠龙人不仅喜事连连 财源也是滚滚进入金库 吉祥又如意 招财又尽宝 不发财怪 不负财怪 鼠竹 鼠竹的人五月开始 失业会有一个高峰气来到 机会不断出现 特别是与人合作会有很好的前景 鼠竹人今年无比顺利 工作上职位提升很快 心经水涨船高 鼠竹人今年急助大运的帮助 贵人扶持 事业上会惊喜不多 亮点多多 愿与其算 不如改 佛与其信 不如学 经与其念 不如行 佛与其求 不如众 佛说 怀善念 行善举 必得福报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修仆提心 身正心安 说好话 行善事 天之地见鬼神亲 一念之词 万物皆善 心怀慈悲 是度人也是度己 远离邪恶 心存善念 做善事 必能改命 修福 必获 对待老人 用的是一份孝心 希望佛祖保佑父母 长命百岁 四季无忧 对待孩子 用的是关心 希望佛祖保佑孩子 健康长大 学业有成 对待爱人 用的是一份真心 一份浓浓的爱意 希望能与对方天长地久 从本月开始 又有很多生肖的朋友 喜获财神的相助 不管是在事业上 还是财运上 都会收获好运 会是你吗 一起来看看吧 五月开始 财神也来敲门 包你发大财的生肖马 生肖马的人 做事很有上进心 对生活的态度 也是很有激情 所以他们一生的运势 还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从本月25号 开始生肖马的人 财神也来敲门 做什么都很顺些 尤其是在工作上 会得到各路领导的赞赏 所以升职加薪 一定会特别快 而且在横财方面 也是特别喜人 钱多的怎么都用不完 五月开始 财神也来敲门 包你发大财的生肌 别看生肖机的人 花钱大手大脚 但是他们赚钱的能力 也是非常好 尤其是从开始 生肖机的人 财神也来敲门 财运傍身 不管做什么都特别的顺心 而且他们轻轻松松 就可以收获大笔的横财 不管在生活上 还是工作上 财运也是好的不祥 期间有贵人的帮助 想不赚钱都难 所以好好加油吧 五月开始 财神也来敲门 包你发大财的生肖猴 前段时间 生肖猴的人 运势一直都不怎磨顺 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你们就会好运连连 先是在感情上有脱单的希望 接着是在事业上 有生殖的可能 最后是你们在财运上 上升的空间特别大 所以生肖猴的朋友 一定要好好把握 这样你们才可以发财致富 从开始也能钱财不断 五月开始 财神也来敲门 包你发大财的生肖猴 心思细腻 精明生肖猴的人 颇有株大将之风 会努力地在绝境中 开出希望的花朵 五月开始有助很将的冒险精神 对之后的职业生涯 也是有着很大的帮助 财神也来敲门 时来运转 雨过天晴 翻身把喜事迎接到身边 迎来生活中的幸福时刻 好运蒸蒸日上 五月开始 财神也来敲门 包你发大财的生肖蛇 蛇年出生的人 五月开始财神也保佑 得福禄 急心庇佑 有望告别之前一段时间财运闭塞 运势低迷的情况 届时运势上上千 生意红火财运旺 生活乐得逍遥而自在 同时生肖蛇的人 他们能力强 未来不出几年 事业就能迅速有起色 将来家中财员滚滚来 寿命长票子多 五月开始财神也来敲门 包你发大财的生肖蛇 恭喜生肖蛇的朋友们 在今年里脱颖而出 成功上位第一名 尤其是在五月开始 财神也找上门 急兴太阳道害功 而害对应的生肖就是蛇 所以生肖蛇的朋友 财运可谓是旺旺旺旺 尤其是你们在事业上 会有很多新的机会等住你们 只要能抓住机会 那么你们一定会在 自己的领域取得成绩 并且会收获很多的 财富和金钱运 生肖蛇的人 生肖蛇的朋友性格刚烈 对生活有助强烈的欲望 他们对自己要求高 爱学习 善于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 做事情注重方式方法 领导能力非凡 但是性格急躁 会有考虑不周的情况发生 容易造成误会 需要注意 也许他们现在看上去很普通 但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肖虎德四方之才 最终可富贵一生